诈骗平台资料 发现有诈骗集团 以传送简讯连结高报酬投资资讯的方式 邀请被害人加入通讯软件 再以投资外汇期货和大幅获利为话术 要求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 由集团成员与群组内分享获利成果 诱使被害人投资 并建立假交易平台APP 在被害人获利预出金的时候 再以搜寻高额的手续费 或登陆IP异常 涉及洗钱等理由 要求被害人再会管 在被害人拒绝后 集中断联此次被骗 案件调阅相关资料锁定犯嫌身份 未免再有民众被骗 本队立即报警指挥申请拘票 将正在提款的犯嫌 当场逮捕并查后张款25余万 并陆续将14名犯嫌查细到案 本大队在此呼吁 网路投资风险高 因小心求证 炸西集团多引投资高报酬 金融商品引诱民众 并不时推陈出新 各种诈述不胜枚举 有任何疫情拨打 反16反诈并请按线 就是说写犯它是利用 我们市场现有的 LB的一个投资项目 是不是来吸引被害人 是的 它都是以目前市场上的 行货股票 然后连结一些外国的行货股票的正式的软体 让它就是正式的标的啊 那标的都是真的 然后他们会自创一些APP连结 让民众投入进去 可是投入的钱那边都是虚有的 所以民众如果投入他的品牌APP进去之后 看到的标的是真的 就是市场机制都有的东西 对 它里面都是真的东西 只是他投入 那APP是这些嫌疑人 那犯罪集团他自己创立的 所以你投入的钱到时候都是 只是一些数字在逃而已 那队长你这一点再帮我重新讲一下 我要整一点 就是因为这个平台就是市场有的 投资人看到 不宜有他嘛 就会 就会就是踏进去了嘛 你在那边帮我再装一下 现在这些账片集团哦 他会创立一些APP 然后连结的是 就是让这些被害民众看到的 就是一些美国的股市啦 或者美国的期货啦 都是正式的网站看到的东西 连结都是正式的 可是 这被害人投入的APP 却是 这些炸弃集团自创的 所以投入的钱都是一些数字在哪 然后后续等到他 就算确定他有获利了 他要出金的时候钱都是拿不出来 那我们这边112名的被害人 他们的身份跟背景大概是什么样 大部分都是什么 其实现在被骗的民众的话 他们的背景其实都很多啦 就是因为像我们这件的话 他被害金额从5万到1000万都有 从5万到1000万都有 然后比较特殊就是有一件 一千余万的被害人 他是一个退休的人士 他被骗了大概1000多万 所以他被骗了1000多万 这个退休的一个人是什么身份呢 呃 目前我们只知道他是退休人 那身份的话就比较不行 对 谢谢 OK OK 感谢观看